据日本经济新闻15日报道 14日在接受该报采访时 97岁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敦促美国应该设法与中国改善关系 报道称 马哈蒂尔在采访中呼吁全球南方保持团结 他说 北方国家大部分是发达国家 南方国家一直被轻视 为了抗衡北方国家的意见 南方国家拥有强大的发言权至关重要 日本经济新闻称 在中美的主导权争夺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 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中立的第三级影响力正在增强 马哈蒂尔担忧美国和中国的对立会伤害国际贸易 指出这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也将造成影响 他敦促双方开展对话 称美国应设法与中国改善关系 马哈蒂尔表示 中国在发展 美国必须接受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时代 会到来 日本经济新闻称 与此同时 他对主导权争夺本身表现出反对 称基本上不能接受拥有支配性地位国家的存在 马哈蒂尔之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 多次谈及中美关系 他去年5月对该媒体说 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制裁 并建议其他国家不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但中国没有对美国实施制裁 也没有对美国采取非常好战性的行动 他表示 如果美国真心诚意地希望促进印太地区的增长和繁荣 就应该邀请中国也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中 2021年5月接受该媒体采访时 马哈蒂尔表示 希望当时新上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能修复对华关系 他说 拜登政府虽然对华政策的原则跟上届特朗普政府没有变化 但或许可以慢慢与中国缓解摩擦 开展对话 去年8月底 他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 将台海地区紧张加剧归因于美国的挑衅 并敦促东南亚国家向中国靠拢 他表示 中国是马来西亚和该地区的一个大市场 保持这种经济关系至关重要 他还说 中国的哲学不是征服和占领别国 包括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和泰国在内的东盟国家 需要远离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挑衅